我们来看一下对角化的那个Nested Condition 就是从它的Nested Condition 你可以看其实已经就足够可以看出很多 然后这个对角化Nested Condition 大概是在说这个事情 就是说P逆AP你要长成这个结构 OK 当然Priory就是你现在已经知道 这些LNA1到LNA1是什么东西 我们先就是说 先再带这种知道来做 来看来看这个A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以及这个P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 我可以两边同时做一个 左乘一个P 我两边对等式两边同时做成一个P 然后接着呢我把P写成这样 我把它写成V1V2 就是我把P写成N的列向量 它是一个N成N的矩阵 我把它的第一列叫做V1 第二列叫做V2 然后你把这个结构带进去看的话 左边这个是什么 就是V1V2VN 右边就是要V1V2VN LNA1到LNA1 然后你可能就是 不